波德无艺术 很多小朋友 因为你发现 他们有当地有 达40几% 辍学 小朋友都没法再讨厌 那你就开始去 山区服务 还有另外一位叫做 蔡婉婷 他们两个人 成立远山呼唤 来子君你好 你好 敬前姐好 大家好 好子君 远山呼唤主要是 做尼泊的小朋友 帮他们念书嘛 对不对 对 那你在2015 尼泊大地震的时候 你几岁啊 20岁 20岁啊 你不是还在大学达学吗 对啊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 台大经济系二年级 怎么会 就是可能觉得 对方很辛苦 很想做什么 怎么会马上就成立一个组织 然后就开始 投入偏向教育 其实尼泊尔地震的镇央 我很早以前就去过了 我在高中一年级就去过了 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当 那个短期的志工 所以你高一就去过 镇央是在哪里 镇央是叫做库尔克 要从尼泊尔首都 要开七个小时的车 嗯哼 它的首都是哪里 首都是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 开七个小时 过去 对 哦 那个很偏耶 对啊 它是在尼泊尔满偏乡的地区 然后是山区 嗯哼 好 所以你高中 为什么就去到库尔克 那时候 想法很单纯 就想要出去看看世界 嗯哼 所以就选择 短期志工这个方式 嗯哼 但是短期志工 那一次待多久 那时候只待两周 但是真的有 在服务地点的时间 大概只有十天而已 嗯哼 那你到大二 发现那里是真央 对 那我高一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 其实没有帮助到他们太多 因为毕竟只留在那里十天 嗯哼 但是后来 大学的时候 当地人地震了 然后 老师就传照片跟讯息给我 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募款 嗯哼 所以那时候才是我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 在大学 这之前六募过款吗 没有耶 之前都没有经验 你刚开始接到要募款的时候 你有想过要怎么做这样 一开始我们在募款的时候 因为大学生嘛 所以大学生比较习惯的方式就是 嗯哼 打电话拉赞助啊 跟那个公司企业诊所 学校附近的餐厅 嗯哼 对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那时候 虽然只是大学生 但是也可以号召 其他大学生一起来捐款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要募款的金额 是大概五十万台币 我们就号召了 台湾的四十四个大专院校 让大家一起来捐款 然后 你那时候大二耶 你要募五十万台币哦 对啊 很厉害耶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哈哈哈哈 啊你有 你就这样找了四十几个大学 对对对 我们把这个活动推广到四十几个大学 嗯 那很顺利的 也有好几百位学生有参加 嗯哼 然后他们也就 每个人就捐一杯饮料的钱 嗯 然后持续捐了三个月 所以就很顺利可以帮助 镇央的灾民渡过难关 嗯哼哼 那在这个等于第一期募款成功之后 那你又成立远山呼唤 那为什么会针对小朋友念书的部分 那时候 呃地震的三个月之后 我回到镇央 然后我就在他们的街上 走着走着我就看到一个垃圾堆 嗯哼 然后但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小女孩 从那个垃圾堆里面跑出来 嗯 然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个 我们看起来像垃圾堆的一顶帐篷 嗯 它其实是一家三口要住的地方 嗯 因为他们地震之后 他们家里的经济都已经 所剩无几了 嗯 然后房子都没了 所以只能够剪铁皮或是剪帆布 嗯 去搭帐篷 嗯 那很多国际组织其实都有到镇央 但是大家都在极难救助期之后就走了 嗯哼 所以当地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就是说呢 你会发现为什么是上学时间 但是接上很多学生 嗯 那 后来才发现这些学生 其实他们都没有钱再继续上学 然后都等着去当同工 嗯 那女生的状况会比较 比较严重 他们会被 变成同婚的受害者 对 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去 做一个长期的教育计划 然后把学生留在学校 嗯哼 那个 尼泊尔那个地震 哦 是7.8级 哦 那是 其实台湾人 算靠地震经验 都就觉得很可怕 哦 那是很大型的 哦 那都没有很严重 在尼泊尔 就像库尔克 他已经是在增加了 哦 这样一个影响结果 我觉得 呃 孩子没有念书 可以想象 鲜花已经出问题了 嘛 那 你去到现场 你发现是这样 那子军 你后来决定怎么做 后来我们发现 学生必须要赶快回到学校 因为如果他变成童工的话 他其实一辈子都没有在受教育的机会 因为他就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台湾也发起了 第二场募款 但是这个这一次就不是针对大学生 就是针对社会大众 嗯哼 然后我们的募款叫做带150位孩子回到学校 嗯哼 所以那时候的目标是120万 哈哈哈哈 对 所以那时候也是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 很努力的去把这场募款做好 然后也有很多媒体报导 那有很多社会大众都有捐款 所以我们 也很成功的去帮助当地女孩子 库尔克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次一机缘 敬嫌有去过 我吓一跳呢 其实即使现在 我差不多是两年前去的 对我们来讲 他还是很偏远 而且也基础建设 不是很够 但是我有看到 子军你跟婉婷 这个圆山互换 在那里一个学校 然后里面有电脑 然后很多小朋友 真的就在那边可以念书了 就感觉那边有在运作 因为你跟婉婷都是 当下都是学生嘛 那你说一个募款 是一个event 一个短期间 可是隔着远 真的是远山互换 去操作一个案子这样 你是怎么做的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团队的核心理念 就是我们是想要变成一个 以离开为目标的团队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很奇怪就是 我们明明就想要做 长期教育 但是又想要以离开为目标 那其实是因为 我们想要做的做法 是培训当地人 自己成立教育组织 来支持在地 也就是说 我们不想要只提供物资 我们还想要教会当地人 怎么自己使用 然后自己去经营教育 所以在过去五年来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团队 所以长期让他们 住点在偏乡的地区 去帮助孩子 不过那真的蛮偏乡的 所以无论是像水啊 包括电啊 然后它都是没问题的 可能在台湾 我们觉得这基本的 子君你们去的话 毕竟跟台湾家差很多 你自己没有适应上的问题吗 其实我到前几次去 我去了可能超过八次 我都还会拉肚子 因为当地的卫生习惯 真的是蛮落后的 然后他们也没有 干净的饮用水可以使用 然后我记得我地震之后 第一次带大学生的团队 进去的时候 整个整队的人都 因为喝到不干净的水 所以就拉肚子 然后都发烧 所以不是去的做事 光是适应这个环境 就要有点本事 那你这样一直去 这样回来 那你怎么样是坚定这个信心 因为你说 你是希望他们变成 有整体的自我 等于是自我教育 一个完整的系统 然后你再离开 去其他地方吗 对 那这样首先你很 当地也要能够栽培一群人 对我们在当地有一群青年 他们是一开始担任 我们去正央的时候的翻译 可是后来他们 都变成了正职的伙伴 对所以他们现在 他们的工作就是 以这些小孩为目标 然后要帮助他们 长期去完成教育 那完成教育是到 国中和高中 我们尼泊尔的高中 就会衔接技职 就会衔接工作 所以我们的目标 是把他们到高中 让他们完成高中教育 那目前带多少孩子 等于好啊 目前总共是 五千五百位儿童 五千多个哦 对我们六年来 累积了五千多位孩子 然后现在他们都是 在学校上课 我刚才听你说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结果现在五千多个 对 对 哦那你对这个目标 有没有麻烦啊 有啊 其实我们觉得 一开始在带当地人的时候 真的蛮辛苦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真的很值得 就像刚刚 五千五百位这个数字 其实是因为 当地的校长 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老师家长 他们都投入 我们的教育计划 才会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成果 因为2015到现在六年而已嘛 而且刚开始去 因为那个地震太严重了 所以你还要花一些时间 然后慢慢慢慢这样准备 那我问你哦 你说一个孩子从辍学 没达职 那到回到学校念书 那我们帮助他最多是帮他什么 我们目前帮助他最多的 就是改善整体的教育环境 那这个包含学校的建设 包含电脑教室 包含图书馆 然后还有英文课 然后营养午餐 然后我们其实 在做这些专案的同时 也培训老师 长期来一起帮助孩子 对 所以学校环境改变了 小孩就可以留得比较久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笔 讲助学金给 真的非常非常贫穷 然后他们要这笔钱 才可以上学的这一群孩子 这个中间有没有 男女生回到学校 然后比例不同 在尼泊尔的确是蛮多地区 是重男轻女的 对啊 所以如果家里面 只有一点点钱 那可能会让男生先去上学 但是我们的专案 有一个专案是在帮助家长 去改变家长的观念 因为当地家长 其实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送小孩上学 那后来我们慢慢地 去改变家长的观念之后呢 其实家长也知道说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是必须要有受教育的机会 而且后来回到学校 然后比较稳定的 留在学校的 其实女生反而比较多耶 哦 对因为妈妈 家里在教育小孩的 主要是妈妈 那妈妈自己从小也没受过教育 所以她反而更珍惜这个机会 去送自己的女儿去上学 所以我觉得子君这个远山互换 当你要去国外 尤其是尼泊尔 实现理想 要克服的是很多硬体环境 那里的各方面 连饮用水都有问题 然后包括可能父母的观念 你在讲说沟通观念的状况 因为语言不合嘛 不是很OK 那你们就是用靠过翻译这样子 那尼泊尔就讲尼泊尔话吗 对尼泊尔的母语就是尼泊尔文 但是英文是他们的基础教育 可是因为他们的偏向的教育资源不足 所以等于是很少人会讲英文 而且讲了我们也听不太懂 因为口音的差异太大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目前还带了五千五百个小孩回去 真的不容易 所以现在有远山呼唤 有这个计划有多少成员 我们的团队目前有七位成员 台湾有四位 然后尼泊尔有三位 但是我们有十个合作的学校 跟两个地区的政府 也都有长期的合作 所以我们不用怀疑 年轻人是有做事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远山呼唤还真的蛮远的 以前去到尼泊尔 然后他又再叫库尔克 更偏向 所以有没有人问你说 你这么狠 那为什么不要在台湾弄 台湾又有偏向 需要帮忙 对啊 我很多次演讲的时候 都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会很真实的回答说 因为我们不想要当一个 只是路过的台湾人 因为我们到正央的时候 靳贤姐你知道吗 那时候有很多组织 都留下很多物资 包含医疗的物资 包含书 可是当地人都不会用 然后都没有国际组织 愿意留下来长期帮忙他们 所以我觉得 很希望我们的国家 可以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 被记住 这种方式是我们是一个很温暖 然后很愿意长期支持你 不会轻易去放弃你的 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于台湾人来说 可以有不同的意义 我觉得子军点到一个 有时候好像物资感觉很多 那如果有媒体报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被照顾得很好 可是物资是物资 使用是使用 就是说 还有书有一些物资 可是它需要被说明的 对 其实我刚到正央的时候 我就发现 校长把国外组织捐的书 都锁在他的办公室 然后我就去问校长说 为什么要锁在这里 他竟然回答我说 因为如果小孩把他读完 然后弄坏 或是他毁损了 这样国际组织就不会再 捐书给他们了 所以其实当地受援助的 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是非常扭曲的 非常可惜 其实很多的救援 本来就不是会一直持续 他有时候是一个 所谓的救急不救窮的概念 那子军觉得不想只路过 我们不要用另外一个方面被看到台湾 可是这样子的六年多来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有时候刚创业的时候 的确都压力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 我们要帮助的尼泊尔小孩太多了 那时候就很急着想要募款 然后想要帮助很多学生也回去上学 还有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们是大学就做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我们比较菜一点 对啊对啊 所以可能大家就会比较 用比较敷衍的方式来回答我们 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有去拜访一些媒体啊 那时候比较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个新创公司的媒体的创办人 他其实就很严厉的 骂了我们一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要做一个长期的教育组织 但是其实我们的都还没准备好 我们的思考没有那么的长远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他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大家会鼓励你 但是鼓励完之后就没了 这时候比较挫折一点 不过无论是责备检讨还是说很鼓励 最后还是要自己去把资源兜起来 然后转换成尼泊尔需要的方式 对 子军你有没有去想说这种自己的部分 你最后会有希望远山做到什么样的目标吗 远山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然后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把这样子 已经在尼泊尔成熟的教育模式 复制到更多的国家 所以从去年十月开始 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国家 越南啊 然后缅甸啊 柬埔寨啊 印尼啊 我们去培训青年领袖 跟尼泊尔一样也是成立自己的教育组织 我们开始想要成立一个亚洲的教育网络 然后希望源自台湾的教育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亚洲品牌 其实这个有品牌呢 那你本来在库尔克有一个嘛 就是这一阵养有一个厚号嘛 那有COVID到其他地方了吗 有我们其实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库尔克就已经有大约五所学校了 然后后来我们又把它拓展到尼泊尔的另外一个区域 非常非常的远 两个区域如果要搭车的话 要连续搭13个小时 才会到 超过13个小时才会到 我都觉得那个就不会到了 13个小时啊 真的很远 要出发就要有关心 说啊 现在要过去那里 对啊 而且 为什么 为什么要隔那么远 因为我们想要选择比较需要帮助的地区 对 所以就算比较远 我们还是希望先到那里去做服务 那它不只是远 它两个地区有点像是不一样的国家的感觉 明明都在尼泊尔 可是人种不同 语言不同 然后饮食不同 气候不同 居住形态也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去服务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收获就是说 怎么把教育做好 其实在两个地区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说 我们的教育系统要怎么做才能更完善 不是只能给一个地区使用 所以我们才开始发展出很多 长期使用的专案 那像这些专案哦 你讲专案就是 是什么样的专案 我们目前有九个专案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 图书馆 电脑教室 英文课 营养午餐 讲助学金计划 然后亲职教育 然后在疫情之后 有疫情的学习包计划 还有帮助小孩去规划指养 这一些每个教育的面向 我们都会把它变成一个专案 长期去执行 好 子君你出了一本书 叫做 与其麻木前进 不如勇敢迷失 那里面呢 有很多为你带他去的时候 你想要怎么做 我看你也写了很多 蛮多你的迷惘 感觉上不是一般 很励志很励志那样 就是都是正面的 就是很多你的迷惘 状况你有写在里面 你的书名 为什么要这样去 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很升学主义 然后我们小时候 就被灌书要念书 要升学嘛 可是很少去探索自己 其实到大学 就会去开始思考 因为大学比较自由一点 然后时间分配 也可以自己分配 但那时候就发现 自己好像 还没找到人生的热情 所以我那时候 觉得很迷惘 很想要去真的探索自己 想要从事什么置业 你讲置业 我刚刚就触眼 你为什么没有讲事业 我觉得事业是一时的 但是置业是一辈子的 我都跟自己说 如果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做得很好 譬如说考试可以考高分 但是我会很开心 那这就是我的事业而已 可是如果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失败 但是我每一次失败 我都更愿意去做 我觉得那才是置业 然后才是我们 必须去寻找的 那远山呼唤 就是你的置业吗 对对对 远山呼唤 就是我的置业 我们要看 他也是很好的 他现在26岁 他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就在这个路上 在努力 家人有什么看法 开始做远山呼唤的时候 爸妈当然就是觉得 就是在玩社团嘛 好好好 因为大学有很多社团 就课外活动 所以爸妈其实就觉得说 哎我这个就是会做到大学 然后大学毕业就会结束了 对是不是 后来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成立了一个立案的组织 那时候爸妈才知道 我是很认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啊 那时候其实 也跟爸妈有很多很多的沟通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好啦 那先让你再做一下 可是这件事情到时候 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失败 那我就会知道 要回到 比较社会主流的轨道 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我越经历挫折 越更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他们也 开始看见我就是我们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成果 所以他们也慢慢从 比较担心变成 开始支持我们做这件事 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那允山再来是希望做到 你说如果从尼泊尔 其实你在库尔克 就从一个学校到五个学校 然后又扣不到另外的地方 然后希望再来推到 各个不同的国家 你觉得下一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我们现在在培训的 有七个团队 来自四个国家 那当中有最多团队的国家 就是越南 因为越南它其实 语文能力算是 英文能力算是比较好的 然后首都的经济 也比较发达一点 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很大 然后越南也有蛮多台湾的 不管是台商啊 或者是费营力组织 也都有去帮忙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国家 或许很可能是越南 那现在疫情的关系 你都不能出国吗 远山这个部分怎么做 我们在当地的 培训出来的团队 已经可以百分之百 去执行专案了 他们也是 语文能力也都很不错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 其实都会在线上 视讯开会 所以沟通不停止 因为网路的关系 对 如果我想要认识更多 远山呼唤的讯息 我要怎么找到你 上网搜寻 直接搜寻远山呼唤 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直接搜寻远山呼唤 远山 就是很远的山 在呼唤 无论是呼唤者 我们也能听到说 这少年 他创造了一个 其实这已经是跨国性的 一个公益组织 好 我们今天谢谢 子君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金钱姐 博客无意书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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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